- 下午四点钟 欢迎锁定了今天的股海大赢家了 我们来观察这个大盘趋势变化呢 从这个期货角度是不是能够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讯号产生 强见来宾是在就样头过的分析师了 这个苏维源 维源武安 维源武安 大家武安 好 这个期货能够散发出比较乐观的气氛吗 我想当然今天 尤其是这两天 大家觉得说 武高牌走 真的 大家觉得很难操作 尤其明天是台子期结算 明天拜杀11月19号 台子期要结算 11月合约就要过去了 可是我们会发觉到一个现象 11月合约一直以来到现在几乎都在盘整 上下大概200多点 大家觉得中间的震荡很大 那一样其实我们这两天 有投资朋友跟我们讲 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什么事情 说 文老师 最近吼 我用这个乖离讯号来操作 哇 非常的 蛮不错的 我就说 欸 为什么会这样 你就说 欸 真的吗 我就来对一下 说 欸 真的耶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什么 您应用工具的画面 来做操作对你会有帮助 而且今天的压回 大家觉得很奇怪吗 怎么会压回 可是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昨天已经先跟大家讲 工具的日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来 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电视的一个画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今天的航行 11月18号 11月18号今天收在887了 已经 今天下跌了27点 好 那我昨天跟大家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好 我们请摄影师把他拉近一下 你看到这个讯号代表什么 分析在高档已经翻空了 分析在高档已经翻空 由红翻成蓝色了 好 那我教大家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讯号代表什么 我相信很简单 你一看就懂了 非常的一个简单 来 我们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好 我们看这个讯号代表什么 趋势分析高档由红色的翻成蓝色 代表什么 航行在高档翻空 所以短线的部分您要特别去留意 因为什么空方已经是蓝色彩带 对 你看到蓝色彩带 代表现在就是空方控盘 好 那如果是空方控盘 接下来的航行 尤其是明天的结算日 您就要格外的注意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从这个低档瓜里出现 在8599这边 8599这边 来到这个今年的10月20号 从8599低档瓜里出现 一路反弹 反弹了四五百点 可是呢 现阶段 开始又出现了一个压力 好 所以 已经定调出来 行情 你要偏向保守了 直接跟大家讲 因为分析已经在高档翻空了 已经在高档翻空了 所以呢 透过今天的一个行情的部分 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 我刚刚有跟大家讲 乖利的讯号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次 你看 日线的部分 能够帮大家精准的掌握 我们再来教学一次 来 请圣檐师回到手板的部分 好 我们看 这个讯号代表什么 红色三角形 是请你叫做空方解码讯号 代表它是低档瓜里 请你空方解码讯号 好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来 我们再请圣檐师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喔 是不是像这个 一模一样啊 红色三角形 请你空方解码 所以 从这个地方 然后呢 加上什么 分析低档翻多了 才会从这个地方上涨了500点 可是到现阶段 压力已经出现了 好 那回归到今天的行行 今天的当冲的行行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再请圣檐师回到电视画面 好 你看喔 今天的一个行行 原则上跟昨天 诶 还蛮类似 还很类似啊 就是往上拉高 然后呢 又出现了一个压回的动作 今天的高点在八九五八 低点在八八三九 高低差一百一十九点 好 那大家 呃 其实最近都会聊啦 说为什么最近 这个行行波动 就是震荡 大概就是在两百点 这边区间震荡 其实多多少少跟这个 选钱 有一点点关系 然后选钱 然后这个FTA的这个 中韓的一个贸易协定 这个也有关系 所以 完全的一个什么 明确到什么时候 台子期结算 礼拜三 我跟大家讲喔 因为结算之前 外支他就会上下起手 你就会发觉到他一下买一下卖 一下买一下卖 很奇怪 所以我今天才要特别教大家 你要运用我们工具的讯号 什么讯号呢 来 我们再回到这个 手版的部分 运用我们工具的讯号 乖离讯号 高档乖离是请你 空方减码讯号 低档乖离呢 是请你多方减码的讯号 那其实最近你运用 我们工具这样的一个讯号 诶 来看待的话 你会觉得其实是蛮清楚的 来 我们透过这个 电视画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行情 原则上 其实有两个讯号 这个乖离讯号有两个 一个叫做高档乖离在8945 一个叫做低档乖离在8863 好 我们再回头回到手版 谢谢 我们复习一次 来 我们看这边 蓝色的讯号 紅色三角形代表高檔乖離請你多方減碼的訊號 就代表什麼 多單在這個地方開始有些壓力喔 那反過來如果是看到紅色三角形是代表什麼 低檔乖離訊號請你空方減碼的訊號 那既然兩個大家都看到 一個是藍色三角形 一個是紅色三角形 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我們再回到電視畫面 所以你看今天往上拉高之後 出現了一個高檔乖離 我們這邊請攝影師把他拉近一下 好 謝謝 你會看到這個什麼 高檔乖離站的以8945附近 8945附近 你會發現出現高檔乖離訊號 然後開始往下壓 慢慢往下帶 一直跌 跌到哪裡呢 低檔乖離訊號出現了在8863 8863這一帶出現 我們再回到全畫面 謝謝 所以你看今天這兩個訊號之間 總共下跌了82點 總共下跌了82點 那你就會發現到說 原來在一個什麼 大幅度的一個震盪的一個行行 您使用乖離訊號 原來是可以這樣子來做操作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 我們再回到這個手板 這個市場唯一不變的就是它會瞬息萬變 它就是會一直變來變去 那我們跟大家講 成功的人在逆境當中看到的是希望 最近真的很不順利 可是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講 我們工具也可以顯示支撐跟壓力 真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一個畫面 謝謝 我們看喔 其實我們工具開盤就會顯示支撐跟壓力 在哪裡 這邊有一條白色的線 然後下面有一條藍色的線 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請攝影師把它拉近一下 這邊有顯示一個數字比較小一點 是在 我唸給大家聽齁 在8938 我們請為庭幫我們看一下 謝謝為庭 8938在這邊 這個代表什麼 今天工具直接開盤算出來的壓力 在這個地方 好 那你就看到壓力在這個地方 那今天的高點在哪裡 我們再回頭再看一次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畫面 好 謝謝 你看喔 今天的高點在8958附近 可是你透過工具畫面 你會知道高檔管理在這裡 工具的壓力在這邊 你就會知道原來這個地方 是有壓力的 那往下跌之後呢 你要知道哪邊是支撐 好 我們在這邊齁 右下角請攝影師這一帶 把它拉近一下 好 這一塊 這一塊我們請攝影師把它拉近一下 好 這邊齁 你看到什麼 一個支撐在哪裡呢 8834 這個字稍微小一點點 我念給大家聽 8834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那今天的最例在哪裡 8834 8839差一點點而已 差一點點而已 好 那我們再回到全畫面 所以你會看到說 今天的一個行情 原來是透過這樣的一個工具的訊號 你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高檔管理跟低檔管理 原來它會同時出現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今天短線的高低點 會在什麼地方出現 那一樣我們會有這個工具的教學 跟大家分享 那當行情準備要往下跌的時候 開始高檔往上拉 然後跌下來震盪 要再跌另外一波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定會 趕快跟大家講齁 來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 手板的部分 好 謝謝 所以我們跟大家說什麼 今天的9點52分 工具跟軟體的教學 出現了賣錯訊號 請你要留意喔 行情走落機會比較高 後來從8910下跌到哪裡 8855總共下跌了55點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跟大家講 重點在哪裡 就是我們看到什麼 有怪力訊他出現了 要小心 來 我們再回到 電視的一個畫面 所以你看喔 我們就是看到這個 當行情震盪開始要跌囉 震盪開始要跌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趕快跟大家講 那你看後面又跌了一波 又跌了四五十點 又這樣子往下殺 所以你透過今天工具的畫面 您就會非常的一個清楚 那一樣往下跌的過程當中 今天如果跌到這個883級 那時候航行好像完蛋了 又要崩盤了 每次只要大家出現這個想法 航行往往都會給你反彈一下 你知道嗎 我講是真的 我今天就空在地板上 好可惜喔 可是我跟大家講 您如果透過工具的畫面 您就會知道了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畫面 好 謝謝 所以你看喔 就像這樣子對不對 當行情往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看到這個低檔乖離的訊號 而且工具的支撐 就在這邊附近嘛 你就知道說 這邊我不可以再什麼 隨便去放空囉 航行很有可能會反彈 尾盤就出現什麼 小幅度的拉抬 那一樣我們會跟大家講 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當我們看到訊號 我們一定趕快跟大家講 來 我們再回到這個 手板的部分 好 來到這邊 來 今天的 十二點鐘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講什麼 出現了低檔乖離 跟分析範多 有止跌的可能 後來從哪裡 8850反彈到8872 反彈了22點 你就說啊 22點好像沒多少 可是你算一下 1點200塊嘛 2點200 4400塊 其實也不少 十口就四萬次 也蠻多的 所以 精準的去跟大家講說 低檔的部分 你要注意喔 然後高檔有壓力 都趕快跟大家講 所以你看喔 我們跟大家講什麼 來 我們再回到這個 手板的部分 你看喔 看到這個 低檔乖離的訊號 低檔乖離的訊號 低檔乖離訊號是什麼 我們再回頭再看一次 因為今天 真的很重要 這兩個訊號真的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才會跟大家 強調比較多次啦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畫面 所以你看 這邊的低檔乖離訊號 你就看到 在哪裡 8863附近 這邊你就不可以再空了 你看尾盤又出現什麼 拉抬 尾盤又出現拉抬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知道說 原來 底部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今天的航行 透過工具畫面 就是高檔乖離跟低檔乖離 運用這個工具的訊號 您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行情是這樣子 而且呢 明天 是台子期的結算 大家想說 結算波動會很大 可是到底要往上 還是要往下 對不對 這個就是您的問題 你看最近的行情 既然會省現什麼 大幅度的區間震盪 那您就運用 慣例訊號 來做操作 你就說 原來是在這個樣子 你就清楚 好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 手板的部分 我們跟大家講 消極的人 失敗後選擇 從此放棄 但是 成功的人 失敗後會選擇 重新來過 同學朋友 你不要想太多說 最近我跟我拍走了 可是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運用工具畫面 你看今天的 乖離訊號 相對高跟相對低 您都會知道 這邊高檔乖離出現 你要小心 低檔乖離出現 不要再空了 對不對 原來行情真的 非常的一個清楚 所以今天的一個 這個行情的部分 來我們再回到手板 所以我們跟大家說 一個非常重要 今天的尾盤 已經1點13分 我們跟大家講 我們非常認真 1點鐘 1點多 還在跟大家講 今天指數的波動 還是很大 但是呢 我們以指標為操作重心 所以今天總結是小算 明天呢 就是台指期的結算了 代表什麼 出現順勢盤的機會 比較大 要請大家 再做留意 那投票你就問說 溫老師 怎麼留意 對不對 你的問題來了 要請大家留意 你要透過工具畫面 當訊號出現的時候 我們會趕快 第一時間 趕快跟你講 我們看到工具的一個畫面 趕快跟大家 做一個分享 所以你看當然 乖離訊號的一個重要 我常常跟大家講 最近的行情 波動是什麼 比較劇烈的 比較劇烈的 可是呢 到明天結算日 很有可能還是這個樣子 所以您就一定要 趕快來看這個訊號 對你來說非常的重要 來 我們再回到這個 手板的部分 所以你看喔 像這樣的訊號 高檔乖離就是 藍色三角形 低檔乖離就是 紅色三角形 那既然如此 我們還是要 重播一下 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 我以前應該沒有錯 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 所以 我們會跟大家講 您透過工具畫面 我們給大家 來看一下 其實是非常的一個 重要 來 好 我們請順時回到 這個電視的畫面 好 今天的一個行情 開板是往上拉高 然後這邊有一個 高檔乖離的訊號 來 我們這邊請 攝影師直接往下 下面有一個時間 今天的八點 五十五分 我們請韋庭 幫我們確認一下 好 謝謝韋庭 今天十一月十八號 八點五十五分 好 我們再往上帶 這邊出現了一個 高檔乖離的訊號 好 那 高檔乖離訊號 出現啊 你就知道是 欸 原來 這個地方可能會有壓力 好 我們再回到這個手板 你看到是不是一模一樣 出現什麼 請你多方解碼的訊號 請你多方解碼的訊號 好 那既然如此 我們看後面的行情 齁 怎麼發展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畫面 謝謝 所以你看 後面的行情它怎麼做一個 走勢呢 這邊出現 高檔乖離訊號之後 行情就開始出現什麼 震盪 然後開始短線出現一個壓回的動作 欸 你就會發現 原來透過工具的畫面 高檔乖離訊號出現之後 你就說 欸 這邊要小心 這邊要注意 好 那我們繼續看喔 當行情一路跌 跌到這個地方 從這邊 這個地方在 在8943 左右 8943左右 好 來到這邊 出現一個低檔乖離 好 我們這邊請攝影師把它拉近一下 齁 在今天的 11點半 好 我們也請韋庭幫我們看一下 謝謝 好 謝謝韋庭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 好 我們稍微往上帶一點點 上面有個數字 這一根K棒收在8865 收在8865 所以你會發現到什麼 好 我們再往下帶一下下 齁 出現一個什麼訊號 低檔乖離的訊號 代表什麼意思 短線這個地方 可能就會止疊了 齁 你就說 欸 原來 透過工具的畫面可以很清楚喔 來 我們再回到這個 手板的部分 齁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什麼 出現低檔乖離的訊號 代表什麼 請你空方要做一個 解碼的動作 齁 所以你就非常清楚 當你看到這個訊號 空單可不可以出場 欸 可以嘛 所以 這樣操作還蠻簡單的齁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你透過工具的畫面 來做個操作齁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的畫面 好 所以你看 今天的行情就是在這邊 出現了一個 高檔乖離 然後往下跌之後呢 再出現了一次 低檔乖離的一個訊號 所以 原來行情齁 最近波動大 沒有關係 透過乖離訊號來操作 欸 你就會覺得 其實是蠻清楚齁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好 我們回到手板 好 請你用正確的工具齁 調整好你的心態齁 齁 您要的不就是 帶回去可以 立刻上手工具齁 不用再花太多時間學習了齁 也就是說 啊 我老實對 不用花太多時間啦 真的啊 因為其實 我們就是視覺化的齁 齁 你看訊號 你就會知道 這個訊號代表什麼意思 欸 您就跟著做操作就可以了齁 所以一樣 我們再跟大家再講一次齁 來 我們再回到手板的部分齁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齁 齁 因為今天的波動還是很大 但是 明天就是台子期的結算了 代表出現什麼 行情的機會會非常高 那如果明天有行情 您就更需要工具 不是用油嗎 齁 不是每天這個 哇塞巴頭齁 不是用拆的 對不對 不是每天 欸 疊下來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不是齁 也不是什麼 疊下來一直空一直空 也不是 對不對 你要看到工具畫面齁 要看著這個趨勢的行情 欸 出現轉折的時候 我們乖離訊號 會趕快跟大家講齁 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你一樣齁 透過乖離訊號 你看除了今天以外 你看昨天的一個行情齁 其實你透過乖離訊號 它一樣會告訴你非常重要的 關鍵轉折點 我說欸 真的嗎 來 我們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喔 這個是昨天的乖離訊號出現在哪裡 9034 然後底下是我們工具的分析 出現 乖離訊號出現之後呢 往下修正了將近這個八十幾點 那你看昨天的航行也是 今天的航行也是 下跌了八十二點 那昨天呢 也是往下做一個修正 所以你會發現 欸 今天的航行跟昨天 哇 好像喔 對 非常的類似 可是你看喔 乖離訊號都出現在什麼 幾乎在相對高檔的位置 我們再看一次喔 你會看到說 出現幾乎在相對高檔的位置 來 我們再回到電視畫面 好 所以你看 這個是今天的航行 出現一個乖離訊號 往下跌 來到這邊 再出現低檔乖離 這邊就相對出現一個 直穩的一個動作 所以接下來明後天的航行 你真的就 欸 其實也不用想太多 跟著工具的畫面 來做一個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 我們回到手板 時間不會重來 行情 您要把握 時間 它不會重來 行情 您要把握 你看喔 過去幾天的行情 今天禮拜二了嘛 剛才禮拜 禮拜三喔 那上個禮拜 的行情 我們來看一下 透過工序的畫面 其實都是很類似的 來 我們再回到 電視的一個畫面 你看喔 好 這個是13號 上個禮拜四 出現加碼控的訊號 從八九六四往下跌 對 跌了三十幾點 那你再看喔 這個是 喔 這個禮拜三 出現賣出訊號之後呢 一路往下跌 下跌了一百六十點 好 這個是禮拜一 買進訊號出現 往上漲了多少 一百一十七點 出現高檔關係之後 您就在這邊 欸 把多單做一個調節就好 這邊就上漲了一百一十七點 所以你就會發覺到說 欸 原來透過工具的畫面 就是這樣子操作耶 沒有您想像中的 那麼複雜齁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講 來 我們回到手板 如果這不是您要的 那什麼才是您要的 這麼簡單 您為什麼不要 其實我們工具的畫面 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再回頭再看一次喔 因為其實 今天的這個乖離訊號 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再給大家看一次喔 因為真的很重要 未來的一個什麼 明天的航行 很有可能 還是會出現類似的狀況 所以當乖離訊號出現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做一個把握 來 我們再回頭再看一次喔 我們請甚至再回到電視畫面 你看喔 乖離訊號出現的時候 在這邊高檔乖離出現了喔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喔 後面航行的變化 哇 開始出現什麼 比較快速度的震盪 然後呢 開始慢慢的做一個修正 今天這樣子就相對 就跌了八十幾點的一個空間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原來航行 它中間還是會有什麼 架差了有沒有 往下跌到這個地方 看到低檔乖離的一個訊號 好 我們這邊請攝影師把它拉近一下 怕大家看不清楚對不對 這邊出現一個什麼 低檔乖離的訊號 紅色的一個什麼 三角形 好 我們在這個全畫面 好 謝謝 所以你會發覺到什麼 今天的相對高檔 跟低檔的部分 其實透過工具的畫面 您就會知道說 原來是這樣子做一個什麼 分析 這樣子做一個掌握 所以我們還是跟大家強調什麼 我們再回頭再看一次 好 我們再回到手板 所以我們會跟大家講什麼 明天是非常重要 明天是台子期的結算 代表什麼 出現航行的機會非常高 而且我們在一點多 還在跟大家講 那個時候 你可能在吃午飯 可能在吃便當 我們觀察到時候 可能一點多那個 航行你會特別鬆懈 可是大部分 尤其明天是結算日 很有可能會拉尾盤 或是殺尾盤 你趕快透過工具畫面 一看您就會 非常的一個清楚 所以我們跟大家分享 好 我們回到手板 當你覺得為時已晚的時候 恰恰是最早的時候 當你覺得為時已晚的時候 恰恰是最早的時候 絕對都還來得及 歡迎大家一起運用工具 來掌握明天的結算行情 好 更多有關 今天在期貨當中的籌碼分析 我們馬上回來 時間不重來 行情要把握 趨勢精英決策系統 掌握關鍵獲利點 簡單明確好上手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Dans la ville geloue》 《Jobidou Jobidou Jobidou》 《Les Trames attendent les gens》 《Dans la ville geloue》 《Jobidou Jobidou Jobidou》 《Les Révers-Verse font pipi sur les chiens》 《Calc ca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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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c》 《Dans la ville geloue》 《Jobidou Jobidou Jobidou》 《Les Crottes marchent sur les passants》 《Biak !》 Dans la ville chelou Les rues sentent bon le matin 计划科技定义未来 不同的观点看见更多的角度 不同的产业看到更多的机会 不同的人生看见更多的勇气 不同的语言看见更多的事业 三立全球财经看见趋势的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e Story of Mr.Brown 故意的胸痛 沉地烫痛 不含代康菲尼不伤感 正光加倍金字高就五毫 时间不重来行情要把握 趋势精英决策系统 掌握关键获利点 简单明确好上手 02-2506-6808 02-2506-6808 欢迎再来回到这国海大英家了 来看一下今天在这个期货当中的筹码变化 还是比较偏向了多方的发展 我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大家每天看这个外资 我每天都跟大家报告 我也老师跟韦婷每天都跟大家报告 可是你看越看越奇怪 什么意思 他一天做多一些一天放空就觉得很怪 就是他那个行情完全搭不起来 什么意思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板的部分 你看哦 头片我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外资他做什么 偏空操作留下进空单506扣 昨天不是进多单今天怎么跌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看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的帮助 说真的不是很大 自营商是留进空单1500多口 那我们看哦 现货部分代表什么 外资现在你看又在买超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了多少 8.3亿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东西是什么 你会发觉到说 你最近看三大法人哦 真的很辛苦 真的哦 他都没准耶 很奇怪 对不对 就是他留多单明天就跌 他留空单明天就涨 你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外资他就在这个行情里面上下起手 因为毕竟快要选举了 他一定会什么 他也会保守 所以你应该会了解温文老师说的意思 因为因为就是快要选举 所以大家都会什么 尤其是外资啊 他还是人他还会怕好不好 所以他就会保守 所以行情就会区间震荡 而且是大幅度的区间震荡 所以您才更需要什么 运用我们工具的乖离讯号 所以我们再跟大家 我们再复习一次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手版的部分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透过今天工具的乖离讯号 高档乖离就是蓝色三角形 请你多方解码 低档乖离就是什么 空方解码的一个讯号 红色三角形 所以你看哦 套到今天工具的画面 你就知道 原来就是这样哦 原来外资就是在这边上下起手 真的很贼 长上去他跌下来 跌下来他要反弹 所以您就需要乖离讯号 来协助你的操作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电视的一个画面 好谢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样子今天行情18号 今天这边从高档乖离8945 到低档乖离8864 总共下跌了82点 那你看一般的K线 尤其是中间在这边震荡的时候 你一定会很想说 我这边来买一下买一下 可是呢 后面很不幸又往下跌了 所以你有工具的画面 你就会清楚知道说 原来这一段已经是空方空盘了 你看什么时候才出现反弹 尾盘出现反弹 你看低档乖离就告诉你 这边会出现什么 反弹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就不要想太多 运用工具的画面 那一样我们看到 关键的转折 一定会跟大家报告 来我们回到手办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 早上9点多的时候跟大家说 出现卖数讯号 请你留意行行走落 下跌55点 可是呢 跌到相对低档 我们也跟大家讲 会有止跌 而且从8850反弹到8872反弹了22点 所以今天的一个什么 总结就跟大家说 明天是台子期的结算了 我们今天也还是小算 所以跟大家讲 台子期的结算的一个部分 明天的行行 格外重要 您一定需要 透过工具的画面 尤其是这个乖离的讯号 你看哦 昨天他就先告诉 高档你要注意 今天还是告诉大家 高档你要做一个留意的动作 所以呢 明天的行行 尤其是每一次的结算 今天 明天不是周旋折旋 明天是正式的 期货月结算 所以你要知道说 行行的波动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您还犹豫什么 您跟着工具就对了 这个是您全新的开始 抛开过去吧 欢迎大家 来做一个下询 好 更多有关这个期货的分析了 昨天明天的节目 我是会挺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